本台推出专栏 今天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 我是开展四级林长 继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以实际行动助推百千万工程 和绿美汕头生态建设提滞增效 我是积极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部署 今年来全市各地已开展植树活动400多场 种植20多万株树木 将绿美秀入发展蓝图 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将持续至3月15号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潮味十足的龙舞吸引市民游客观赏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2号星期二 农历二月初三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月5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应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被列为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理论 引领新实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汕头深刻领会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坚持从实际出发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加快推动 以新制生产力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 今天起 本台推出专栏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聚焦汕头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探索 新经验 新举措 汕头坚持工业力是产业强势 以貌促工 以工新贸 工商并举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三星一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两大传统特色产业抓住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机遇 换新升级 产业创新性 数字化 绿色化 特色鲜明 将有力地推动 构建新制 生产力 2023年 汕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2% 新能源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汕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全国人大代表黄桂松认为 汕头应紧紧抓住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契机 持续吸引重大科研平台及科技创新人才落户 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中 发展新制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 总书记三天三次下船组 对发展新制生产力 进一步做出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 为汕头胶快建设 三星两特一大 现代化产业体系 注入了强劲动力和强大信心 我们也将利用 省重点企业实验室 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平台 胶快推进 高频辅同板等卡包子 关键材料的烟发和产业化 加大力度开发 车载触控显示一体化模组 前提议技术 mini AED显示器件技术等 新型显示触控技术 持续保持西部领域的滑稽领先地位 发展新制生产力 离不开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作为海洋资源大事 汕头依托良好风能资源和产业基础 谋划推动6000万千瓦海上风电开发 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打造国际风电创新港 在豪江区四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 300多名工人抢抓施工进度 加快推进产业园一期工程 三个制造厂房建设 其中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的金峰科技厂房 基本具备交付条件 我们作为四个一体化的建设单位 高标准也要求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为汕头绿色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我们的力量 当前 全球风电技术发展进入深水区 汕头是越东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主力军 风电规划装机容量约占全省规划装机容量53% 占越东区域60%以上 是全省能够率先实现海上风电平价上网的地区 目前全市落地海上风电产业链项目15个 总投资约78亿元 汕头坚持因地质疑 立足海上风电资源和产业优势 加快四个一体化产业园 探索发展新制生产力 高质量建设国际风电创新港 发展新制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而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作为两大传统特色产业的纺织服装 和玩具创意产业 如何将既有竞争优势 转化为澎湃的发展动能 实现从特色产业到优势产业的跃升 也是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提中应有之一 汕头是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 最完整供应链最先进的核心基地之一 总投资305亿元的国际纺织服装城建设 如火如土 将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纺织园区 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硬基础 在软实力提升方面 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成为企业转型升级 提升竞争力的必有之路 在世泰服饰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 从面料选择到成衣包装全流程 纳入智能化管理 整个车间串成一条生产线 可同时生产春夏T恤 秋冬打底衫 家居服务运动服等20多款产品 通过小单快饭 更高效精准贴合市场需求 本月下旬将在家门口举办的 第三届潮汕服博会 更为企业出海 闯出新商机提供强大助力 这几年的服务博会 其实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 潮汕纺织产业基地的一个 对外的一个名片 说跨境业务的板块 其实是在快速增长的 那么从原先刚才讲的不到1% 可能现在已经占比达到了20% 甚至30%左右 从传统的工厂到新制 新时代的一个工厂的转变 让我们善获出海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玩具创意产业要聚焦发展跨界融合新业态 培育壮大玩具加文化旅游 玩具加IP及衍生品 玩具加智能制造等产业 为我是玩具企业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培育锻造新制生产力 再添主力 在这个动漫的这个自主IP方面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规划 通过内容来推我们这个产品的同时 我们会把这个潮山的这个美食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我们的这个故事 故事线里面结合这些潮山特色的文化 潮山的美食 结合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一起来推 发展新制生产力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也是汕头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扩量体制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 汕头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星产业扩量体制加速弯道超车 两特产业加速转型 奋发迭代升级 大健康产业迈向超500亿产业集群 汕头抢抓战略机遇期 落子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积极效应正不断释放 封电 中树大会 福博会 玩博会等 一张张汕头名片就是最好体现 汕头因地质疑 立足产业基础 资源禀赋和创新活力 持续探索发展新智生产力 加快推动产业科技 互促双强 新征成上 汕头定当坚定不移 向心而行 持续补齐 补强产业链 培育产业人才生力军 深耕细作盘活壮大产业 不断向产业链 创新链 价值链 高端攀升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12号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开展好全民义务植树的重要指示精神 发挥各级领长 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牵头抓总作用 今天上午 市政协主席邱野辉 市委副书记赖小魏 来到华侨实验区汕头体育中心西侧绿地 参加全面推进乡村绿化建设 美丽移居广东 汕头市2024年四级领长 继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全面推进乡村绿化 建设绿美移居广东 为绿美汕头增添绿色 大地回春天心绿 植树造林正当时 植树现场春意盎然 大家热情高涨 干劲十足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 市纪委监委机关 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协办公室 汕头警备区等单位 干部职工和学生代表 青年代表参加此次义务植树活动 大家严格按照植树技术要求 挥敲蝉土 扶植树苗 培食新土 体桶浇水 以实际行动 带头掀起全市植树造林新热潮 近年来 我是各级领长 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引领党员干部 带领群众 共同参与乡村绿化活动 通过组织各类活动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 在乡村绿化美化行动中 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以党舰引领天心绿 发动全社会参与绿化建设 以实际行动 推动绿美汕头高质量发展 人人争当绿美汕头的积极参与者 权力推动者和模范践行者 今天 全市四级林长 共同参加义务植树 市区县镇村 均同时组织植树活动 据统计 近一万两千人参加植树 植树数量七万三千余株 绿色硬底蕴 山水渐出新 两天来 我市各地各单位 纷纷开展植树活动 以实际行动 助推百千万工程 和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提制增效 市委政法委 组织党员干部 在金品区駝连街道 联美社区开展 助力百千万工程乡村绿化先锋型主题党日活动 同心合力 栽下一颗颗黄花枫林木和章木 种下了一片法治林 助力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 推进平安幸福村居建设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黄国参加植树活动 金品区组织开展多场植树活动 在东方公园举行的全民爱律植树护栗行动 继好人林义务植树活动中 干部职工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代表 热心企业家和志愿者学生 共同种下一片好人林 这片好人林中 新栽的枫林木 由中国好人热心相嫌陈振勇捐赠 活动还为2023年金品区10家新时代文明实践 精品项目颁发纪念证书 拥抱大自然 在正好人林 带动更多日行企业家 助力金品 汕头百千万工程 市委组织部联合豪江区委在马教河中路 与达南路交界处开展 乡村绿化先锋行主题党日植树活动 3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齐动手 种植八种绿植 共一千竹 大家表示 将争当生态文明先行者 争作爱绿护绿志愿者 助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绿化行动 全力发动广大社会力量 参与到乡村绿美活动中 党员干部带头上 社会各界一起干 当好绿美汕头生态建设的 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 郝江区还在全区近60个植树点位 集中开展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义务植树活动 近三千人种下景观树种 1.1万多株 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 澳头社区植树点 干部群众一起种树 助力建设口袋公园 世卫宣传部直属机关党委联合汕头画院 中国人寿汕头风公司 承海区西南镇委镇政府 开展植树活动 携手打造播种文化 收获梦想文化林 这是我市宣传文化系统 推动绿美汕头生态建设的一项生动实践 在一风西堤施牛角植树现场 干部职工种下一株株火焰木和桃花新木 下来随着文化林建设的逐步完善 这里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到时候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游玩打卡 西南镇景庄折树节天域的好时机 市区两级挂钩单位 全镇机关干部 村两委干部 以及结队共建的商会代表 各领域志愿者 携手打造绿美文化林 乡村道路景光带景光林 共计植树2000多株 下来市北宣传文化系统将常态化开展 播种文化收获梦想文化林建设活动 在城海区西南镇各单位 百千万工程挂钩联系点位 进一步发动社会力量 文艺工作者等积极参与植树活动 推动文化林建设不断扩面提升 同时对文化林进行场地拓展平整 为下来打造文艺乡村展演平台和网红打卡点提供基础 市北网信办是互联网行业党委 城海区联夏镇在成阳港村架下路实场祭地 开展以植树添绿成就美为主题的集中植树活动 挂钩联夏镇的协办单位市委网信办 汕头国界海员俱乐部和区职单位领导干部 联夏镇党委结队共建党组织 市互联网行业党委党员代表和各级党员群众 携手种下300棵桃树 打造一片美丽的网信林 现场还为汕头市绿媒网信林揭牌 此次活动也是市委网信办 乡村绿化先锋型主题党日活动 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 以实际行动为百清旺工程添绿赋能 龙虎区发出倡议书走访乡险760多名 筹集社会资金600多万元 投入绿美龙虎生态建设 新西街道举行 种下新希望迎接新征程活动 联合区人大政法部门 以及企业乡险和部分学校师生 种下代表民心林 郑企连心林 乡贤初心林 政法同心林 玉彩清心林 我们现在在外的人也特别希望说 为点家乡做点手贡献 然后希望说以后家乡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在新津河畔 在东海岸片区 干部群众合力在绿美主题公园天心绿 市民政局是社会组织党委 在滑江区党好街道 灵角水库绿道旁 举办助力乡村绿化 社会组织在行动植树活动 近期市民政局是社会组织党委 广泛号召各社会组织 认捐公益树苗 共筹集公益树木 2600多株 价值28万多元 全部用于滑江区乡村绿化 在启动仪式上 市民政局向滑江区打好街道移交树木 并颁发捐赠公益树爱心牌匾 公益树捐赠证书 市司法局潮南区司法局组织党员干部 到深西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一起动手 种下一批黄花枫林木树苗 打造一片法治林 下来还将增设法治宣传栏 用法治力量为基层治理赋能 以司法栏守护生态律 用实际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 走身走实 市贸醋会 汕头国际商会 在豪江区广澳街道开展 乡村绿化先锋行 汕头国际商会林指数活动 活动发出倡议 希望各大商协会和广大企业家 积极参与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我们这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 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为绿美汕头做出我们商协会的应有的贡献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 今年来我是积极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部署 以开展县镇村绿化工作为主线 推动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将绿美秀筑发展蓝图 从宅前屋后到村野巷末 从乡村公园到山边水边 各地绿色打底富能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春暖花开 驼成处处天心绿 津品区驼济河两岸 新种了一千株黄花枫林木 昔日的臭水沟 已变身成为美丽河道 和赏新月木的打卡好去处 大港公园也增贴了一抹新绿 作为一名学生志愿者 要从自身做起 争作直绿护绿爱绿的先锋卫士 让爱绿护绿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社区公园变美了 山边路边的边角地也披上绿衣 豪江区确实接到紫峰岩旁的空地 原日一处山窝 沙地裸露 近日 确实接到联合市发改局等市 各挂沟联系单位举办直树活动 计划完成乔木栽种600多株 接下来周边将配套布道和绿化 进入2024年 我是继续高位推动绿美生态建设 市委书记任林长制领导小组组长 第一林长 市长任绿化委员会主任 是全省首个以市长正职担任的绿化委员会主任 今年1月 我是发布1号林长令 细化绿美汕头生态建设任务书 我是在全省率先制定印发了 四级绿美生态建设的实施方案 并组成细化到县镇村三级的绿化方案 明确在哪里种树 种什么树 以及种多少树 今年以来 全市筹备各类苗木230多万株 筹集各类社会资金1700多万元 并组建乡村绿化技术团队到各村开展技术颁服 春灰在望 万物净发 在植绿护绿的好时节 全市县镇村趁着大好春光开展植树造林 绿化美化活动 在乡镇道路 公共场所 门前屋后 村头村尾 山边 水边 闲置地全面推行造林绿化 提高村庄绿化绿 增加森林景观点 构建优美宜居生态家园 今年 全市各地已开展植树活动400多场 种植20多万株树木 做到见缝差绿 英绿 禁绿 有效扩大城乡绿色生态空间 全市储备苗木充足 共储备约235万株 其中 县镇村绿化大苗储备约63万株 可满足40万株年度种植计划需求 接下来 我市将组织开展村庄绿化美化 百日攻坚行动 力求做到每个绿化村庄有一处绿色景观 栽植一条绿化带或营造一片风景林 为百千万工程注入绿色动能 现在我们整个城管机 也之前专业技术人员都下派到各个区 做专业技术的一个指导 怎么去种树 怎么使这些种下气的这些树 这个成活力高一些 每个乡村它立化的要依据它的一个位置 假如你这个种的位置是在海边 那么你就要选择一些耐盐碱性 又看风的这些树种来种 假如你是种在房间屋后 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果树啊 这样来种 也可以选择一些开花的这些树种 就观察性比较好的 清明将至 我也借此机会呼吁大家 通过植树的方式来祭扫和缅怀先祖 用实际行动来守护我们 玉美汕头的一个建设成果 助力百千万工程 昨天是农历二月初二龙头节 又称龙抬头 昨晚在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上 多支队伍带来潮外十足的龙舞 吸引市民游客观赏 体验潮汕传统文化魅力 伴随着热闹喜庆的锣鼓声 两条大青龙闪亮登场 另一边双金龙凤同时登场 时而腾空即飞 时而上下翻腾 龙凤在璀璨灯光的映衬下 绕着中山纪念亭欢腾起舞 寓意吉祥喜庆 期盼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五股风登 刚好是二月二龙抬头 今晚两个青龙又出来巡游 现在祝福我们的汕头 在新的一年里 百叶兴旺更上一层楼 活动现场 大青龙和双金龙凤 还汇入人群中 和市民游客热情互动 展现潮汕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这么多人欢迎到这儿 一起去做这个传统节目 第一次见 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它就是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得很好 然后之前在上海这种地方 也是没有见过 这么就当地特色的东西 2024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 将持续至3月15号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 今天由汕头荣媒与市茶叶行业协会举办的汕头市首届放心茶推荐门店评选活动拉开序幕 是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指导单位 分别从推荐餐屏门店的茶叶质量 品牌建设 服务质量 经营环境 诚信经营等方面做介绍 目前汕头有茶企茶店近万家 汕头茶叶市场仅乌龙茶的年销售额就达数十亿元 汕头人日均消费茶叶总量高达十余吨 功夫茶与美食已成为汕头响亮的城市名片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茶企 提升产品生产 服务和质量管理水平 增强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推荐一批产品质量过硬 服务质量优秀 经营环境优美的代表性茶店 进一步来传播和弘扬功夫茶文化 活动将采取商户自建加政府 媒体 茶届社团推荐的方式开展 分出评和复评两个阶段 由职能部门 媒体 茶届社团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最终评定 其中 自建和推荐时间为3月12号至4月8号 上头茶企业 真认真组织我是优秀门店品 商品 共同向广大游客和朋友推荐放心茶 这也是我们积极响应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具体举措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拥抱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